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否认去发生 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升级 能使人降级的 当大地震荡 山轮粉碎 化为散漫的尘埃 而你们方位三等的时候 幸福者 幸福者是何等人 博命者 博命者是何等人 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 这等人却是门主捐顾的 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 许多前人 和少数后人 在珠宝香城的床塔上 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 博命者是何等人 博命者是何等人 和满碑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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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因那成全而头痛 也不酩酊 博命者是何等人 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 和自己所喜好的鸟肉 和自己所喜好的鸟肉 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 好像藏在棒壳里的珍珠一样 那是为了报仇他们的善心 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 但听到说祝你们平安 祝你们平安 幸福者是何等的人 幸福者是何等的人 他们享受无次的三枣树 和满碑的三枣树 和满碑的树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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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们常为处女 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这些都是幸福者所享受的 他们是许多情人 和许多后人 伯命者 伯命者是何等的人 他们在毒蜂和废水中 在黑音的音音下 既不良爽又不美观 以前他们却是豪华的 却是故事大罪的 他们常说 难道我们死后 已变成成土和修谷的时候 我们必定要复活吗 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你说 前人和后人 在一个著名的时期和特定的时间 必定要被集合 然后迷糊地否认复活的人 那么 你们必定是赞枯木的果实 也必定是赞极 鼓励 是否更具有蜘蛛 必定要被集合 通饮废水 像害萧可并的骆驼饮凉水一样 这是他们在报应之日所受的款待 我曾创造你们 你们怎不幸复活呢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设的今夜 究竟是你们把它创造成人呢 还是我把它创造成人呢 我曾是死亡丰佩给你们 任何人不能阻挠我 不让我改变你们的品性 而是你们生长在你们所不知的状态中 你们却也知道初次的生长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中的庄稼 你们是他们发柔呢 还是我使他发柔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定使他凋零 而你们变成差异者 你们将说 我们是遭受损失的 不然 我们是被掠够的 不然 我们是被掠夺的 不然 我们是被掠夺的 而是被掠够的水 你们使他从庄中降下的呢 还是我使他降下的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定使他变成苦的 假如我抑郁 我必定使他变成苦的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赚取的 你们所赚取的火 我以他为教训 并且以他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 故你们应当颂养 你的主的大名 故你们应当颂养你的主的大名 我必尽心地没落出门事 这却是一个重大的门事 假如你们知道 这却是宝贵的古兰经 记录在《珍藏的经本》中 记录在《珍藏的经本》中 只有冲击者才得抚摸那经本 古兰经是从全世界的主将去的 难道你们灭世界的训词 难道你们灭世界的训词 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死者的咽喉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大家看着他 我比你们更临近他 但你们不晓得 如果你们不是受报应的 你们怎么不是灵魂复返于本位呢 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如果它是被眷顾的 那么它将享受舒适 羁阳与恩泽的乐愿 如果它是幸福者 那么一般幸福的人将对它说 祝你平安 如果它是迷雾的 否认复活者 那么它将享受 饮废水的款待 和烈火的少少 这却如何质疑的真理 故你应当送扬 你的主的大名